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M10月第4周的更新内容 本次虽然没有重大更新 但是有许多小细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而且我们期待的秩序炼金又回来了 好那记得在开始之前 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一起来看吧 首先第一个活动是香甜南瓜祭 它就是一个南瓜装备的冲装活动 跟过去的万圣节冲装一样 但这次是新的 所以大家又要重新冲 那这个内容活动时间是到10月25号到11月1号 每天有个任务可以获得这个南瓜箱子 只要你击杀100只怪 就可以获得一个南瓜装备箱 打开之后可以获得三个装备 分别是香甜南瓜法杖 香甜南瓜篮子 以及香甜南瓜戒指等 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强化 但是不可以装备的 它的强化收集品有这些 我们简单念一下就好啦 第一个是伤害减免1% 一个是PVP伤害减少1% 第三个是PVP伤害减免加1 第四个是PVE伤害减免加1 第五个是经验值成长加2% 最后一个是HP加100 那这些对应的强化值前三月 第一个就是法杖武器 第二个是篮子 第三个是戒指 那这些收集品都是有活动时间限制的 它分别可以用到2023年11月22号 大约可以让你们用一个月 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再来往下看 这些强化过的东西除了可以塞收藏品之外 还可以换相对应的道具 第一个是可以兑换符石变换石 第二个是可以兑换南瓜卡片选择箱 第三个是综合卡片包 第四个是纯白万能药箱 第五个是综合硬币箱 第六个是高级龙之钻石箱子 第七个是龙之钻石盒子 其中的南瓜卡片选择箱可以获得这三张蓝卡自选的 其中也有新蓝卡在这边 第二看到一个就是新增蓝色圣物香甜南瓜 那这个香甜 香甜南瓜糖果蓝 这个东西蓝圣物的能力值是 面值加5% hp加3% 技能冷却加3% 以及最大生命值加10 他的卡池还不错 有一个防御1的卡池 以及远近回避率加1 好再来 下面就是这次的计票 本次的计票是南瓜计票 虽然不知道南瓜计票 会搭配到哪一个职业的改版 总之我们先看一下南瓜 是影响不到任何职业的 应该是 第一个就是一般南瓜计票券 使用200万天币就可以购买的 第二个是克金的 香甜南瓜计票券 他里面主要获得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 经验值加3%的计票奖励 然后后面就是相对应的 跟之前一样 什么15天的 战斗卷轴 融资珍珠的buff等等 综合硬币箱 好 再来就是大家期待的 秩序炼金第二弹 我是不是说了 不要急着第一弹 被那个高架装备给削海 第二波会来啊 这种好活动会一波接一波 大家只要看好行走 等课长他们用完就换我们了 再往下看 好这边讲的东西 跟我们目前比较没有关系 他是讲那个海贼岛的更新 如果你持有祝福海贼吊坠 你可以在海贼岛看破 精英怪跟变形怪 你太怪我 就是也说喊海贼岛的变形怪的外观 他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标示 你就知道他是精英怪了 好再来往下看 韩版这周是圣物TJ卷 好他们常态移民持续开放中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这边的周末制作 本周韩版的周末制作就是跟一般般一样 没有什么稀有东西 这两个红箱就是那个变身选择箱 以及娃娃选择箱 都是一般的合成红卡 其他都没有什么新的 有加七印章以及加六手 重生服饰加六手环跟奥塔选择箱 其他内容就是我们个人的基地制作 都一样 其中还有这一个 本周的商城限定制作 是开放了信念之塔 一二三楼服的制作 还有支配服的制作 再来看一下韩版的本周礼包 有哪些内容 基本上台币包都跟我们一样 然后再次他们因为月底的嘛 再次更新了我们的2990保底红卡箱 里面就是买一张红卡 红变红娃选择箱 或者是给你一张 给你八个那个更正 他是给你红变或红娃的选择箱 一一张 以及八个潘朵拉碎便 跟我们台版暂时一样 然后因为每月刷新嘛 月底他都刷新那个反王肯恩的卡片箱 以及这个20万圣物币的箱子 台币包全部都台币包 2990 然后这次的20个 2990的圣物币箱子 他里面的红卡可以制作出 这个红卡选择箱 继续制作的 他可以进行稀有的四张红圣物自选 原本是只有不死鳥 那张卡片 现在是增加三个新的 比如说什么双刀那些 好再来往下看 然后这边就是韩版出的那个凭证礼包 他的凭证就是我们台版已经出过的 可能利敏制加三的收集品 这个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他们的凭证制作 这次是开放的 一般的红卡 那个特殊红卡选择箱 不过这些也是我们过去出过的 也没有非常稀有 接下来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叫做女仆安娜的硬币凭证 这个是单独购买的 女仆安娜的硬币凭证 他可以制作什么呢 你使用八个可以制作变身或者是娃娃的硬币 大成功给你200万 成功给你110万 失败会给你70万 还不错 蛮多的 就最少有给你70万 那八个硬币 两个硬币的话你可以去拼制作 如果成功的话 会给你70万的变身或者是娃娃硬币 失败给你神秘的变身卡 选择箱一包 然后再使用八个 你可以直接兑换50万个圣物币 如果你使用一个的话 可以兑换5万个圣物硬币 当然是使用八个兑换比较多 会多10万 以上就是本周韩版的更新内容 主要是针对这个新的 女仆安娜硬币以及自信电金第二弹 做更新重点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记得帮我点赞点订阅 拜拜